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个臭送外卖的 没张眼睛吗 像你们这种人就欠打 你们这些臭送外卖的 怎么走哪都能碰见你们 像苍蝇一样 嗡嗡嗡的恶心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 你接什么接话呀 看不见我鞋脏了吗 赶紧给我擦干净 仔细看 六寻老人被迫无奈 只能俯身擦血 就在这时 一旁围观多时的大美 终于忍无可忍 而眼前的这个女人并不买账 恐吓大美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对于出言不逊 大美却并未放在心上 在她心中始终觉得 每个人都不容易 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面前这个心高气傲的女人 又岂会听得进去 告诫大美不要觉得 自己穿得人母狗样 就有资格在这里 说三道四多管闲事 与此同时 女人手机突然响起 面对电话那头的催促 眼头哈腰轻言细语 便连笔翻书还快 大美紧接着说道 这件事本就不大 还望能够得饶人触且饶人 更何况这位大爷 今天也是无心之师 自己替他赔礼道歉说句对不起 女人却警告众人 今天这事没完 等会再来收拾他们 说完便推开两人扬长而去 大美赶紧拾起地上的外卖箱 交到大爷手中 笑着安慰老人刚才的事情 别放在心上 老人连忙道谢 刚才发生的这事 如果不是大美的及时出现 自己又怎能应付得过来 担心送餐迟到的老人便准备离开 不料却被大美叫住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正值饭点担心老人饿着肚子 顺手便将自己的午餐 交到老人手中 本来大美刚才替自己解围 就已经非常感激 又岂能再得寸进尺呢 可眼前的大美却十分坚定 将饭泰强行塞到老人手中 并安慰着老人说道 大爷你记住 不管现实多么的残酷 我们都要相信自己 这些都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 虽然生活很苦 但是我们都要相信自己 加油 老人欣慰地点头转身便匆匆离去 大美这时手机响起 电话那头告诉大美 符合公司的应聘者已经到了 安排在办公室等候 大美没有多想便起身前往 到达办公室秘书推开门的那一刻 眼前的这个女人惊呆了 赶紧起身相迎 说话变得哆哆嗦嗦 完全不敢相信 方才的那个女人 居然是公司的总经理 连忙解释道 刚才的事情都是误会 很高兴能被贵公司录用 说罢便将简历递交给大美 自信且高傲地说着我叫李红 留学海归双硕士学位 而下一刻大美真让人解气 我们公司诱人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那总像我这种学历 在你们这种小城市 可是难得的人 学历固然重要 但是你没发现 你身上缺点东西 那总 那你说我身上缺点什么东西 缺点人样 我这里妙小 容不下你这座大佛 出去 好了 今天旧姐说到这里 你觉得大美的做法对吗 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 又会怎样出来 请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长按点赞三秒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要 我这一回 我看你 我这回 感谢观看